可以开始了吗 其实我跟一般香港市民都一样 很紧张究竟会不会有些恶法 立了之后会影响到人生自由和言论自由呢 你看到现在我们讲的这个 版权朝礼修订网上23条 大家看到很多灰色地带 在执行上可能有很多问题 很多漏洞 会令到你一直享有的言论自由被剥削 或者被打压 大家担心绝对多过其他所有的原因 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出来 跟政府讲你要停下 无论你收定好无论你各自好 起码你先谈清楚才可以拿出来 因为我想香港市民不会愿意见到任何法例 会影响到他们一直拥有的言论自由 但政府就说政府会失误这个犯网上的问题 我又不太悲观 政府说不要说收定 但你看到现在好像有个势 保皇党、民建联、建制派会跪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年立法会选举 大家都不敢跟市民为敌 我希望大家因为这个机会 这个明年立法会选举的机遇 大家都会站在市民那边去想 不敢做一些跟市民对抗的事 因为你看到现在这个条例收定 不只是为一般市民或网民出来关心 说影响到我上不上网的自由 你看到其他专业团体 譬如法证会师、建盘战线 他们都讲到在法律层面上 这个法例有什么漏洞、灰色地带 所以这个担心不是你为一般百姓的担心很简单 而是专业人士或者业界都会担心的 我个人来说我当然希望条例各自这麽简单 之后你再谈完 再谈完由政府摆一个收定出来是一件事 但你说在无办法之中的办法 泛民可能有提出收定 这个是比较乐意见到的 但我想普罗市民也好、网民也好、香港市民也好 最希望的就是各自整条法例